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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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体系进一步开放的同时 在国内对付国内的资本 我认为会加进 这个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看到很多的迹象 就是说习近平要去限制私人资本 来壮大国有企业 那在我看来在未来的五年 甚至会进一步的 然后把这个国有国家掌握的资产变成党产 其实啊 早在89年之后 1992年 我不知道有些朋友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海外就传言 那应该是真的 就是包括习近平在内 王岐山等等啊 当时主导的还是陈云的儿子陈元 一批太子党曾经给中共中央上书 就是提了很多 这个应对什么冷战结束啊 应对国际局势变化 中共应该有的长期的治理 纲领 在那个纲领中就提出过要建立党产 那么我认为在未来五年 当年的太子党的纲领会逐步的落实 而落实这一点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会剥夺私有资本 甚至是官二代这些人拥有的私有资本 全部叫吴小辉的案件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只要是 不管你是红二代也好 还是民企业家也好 拥有过于庞大的国有资本的话 其实都可能面临国家 以政治手段对你进行的打压 那么不会太允许私人资本 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符合习近平一贯的思路 也是符合刘鹤一贯的思路 甚至符合中共一贯的 对内的经济管制的思路 就是壮大国有资本 进一步增强国家的政治势力 让国家更有钱 所以对外继续保持开放 甚至进一步开放 对内呢 限制私人资本 即使走不到 这个你说重新回到工商业改造 即使走不到这个地步的话 但至少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可能更进步的前进 这点其实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 昨天这个李克强召开的 所谓的国务院总理记者招待会上 就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其实就已经问了这个问题 说现在的民营企业 受到种种困扰 国务院怎么办 当然李克强哈拉哈拉就是把他给打发过去了 就说我们当然要保护民营企业 其实我觉得李克强讲什么都不重要了 反倒是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央视的记者能问出这个问题 说明他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当然是值得进一步的观察 就是中国进一步倒退到国有经济上去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 所谓的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时代 我认为在经济上 大概会有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那么在政治上毫无疑问 那么在政治上建有一个主旋律 就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其实我们也知道 所谓党的领导 党是什么 党就是习近平嘛 那么这其实就是全面加强 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统治 但是他会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形式 产现出来 那么这一次修宪 大家都比较关心习近平 延长个人任期的问题 可是我们也上次 过前几次我们也讲过 这次修改宪法也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把党的领导 写进宪法里头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就是习近平一贯的观念 我一直在讲这个观念 就是在习近平的心目中 党是大于国家的 他多少还是有一点 所谓的理想主义 这种理想主义就是 他想恢复原来共产党 在毛泽东时期的 那样的在整个国家中的那种地位 当年就是毛还在的时候 共产党确实就是把整个社会 完全的控制住 那么我想在未来五年中 在政治上 势必是要加强党的领导 那么要进一步的压缩 公民社会的空间 这次大家看到 国务院的人事调整中 很引人注意的一条 就是以打压709律师 出名的这个 被认为是人权恶棍的 傅政华 虽然也经过爆料风波等等 但是居然高升去 担任司法部长管监狱 你可以看得出来 傅政华的高升代表着习近平的 坚强意志 那就是鼓励支持 进一步的打压公民社会 进一步的打压异议人士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 未来中国在政治上的环境 政治上的空间会进一步的压缩 国内的异议人士 维权人士的朋友们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了 你们将面临一个更为黑暗 更为困难的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这是第二点在政治上 政治上就是进一步的加强党 对就是所谓的东西南北中 这个党都要管起来 这个机制会进一步的加强 然后公民社会的空间 会进一步的压缩 这是第二个可以预测的一个趋势 就是在政治上 第三个呢 我觉得会跟习近平的前五年 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前五年和遮遮掩掩掩的一件事 我认为在未来的五年会出来 那就是在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加强前置 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新闻 包括有大学的老师 因为在课堂上引用了 境外媒体的一些报道 他跟着中国的现实 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就被降值 那么这样的事情 从去年开始已经层出不去 就是在大学里面加强思想政治的这种教育 那么我们也看到周新成 著名的左王 在这个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 就还是要消灭私有制 这样的文章都已经上到了求是的头条 你就知道说 过去的那一套 阶级斗争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意识形态上讲 会重新的复苏 而且会比前五年更加肆无忌惮 那么敢于说话反抗的人都会被销声 前五年还有些出来 还在去抵制这种 恢复阶级斗争理论的观点 后五年恐怕会越来越困难 那么另外在大学里头 对年轻人的这种红色教育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洗脑 显然也将会进一步的加强 这也是可以考虑到的 就是未来五年 中国在思想文化上 就是经济上当然会进一步的打开 那么在思想文化上 可能会走向闭关锁过 中国整个的状态 其实会呈现这种扭曲的状态 一方面经济上开放 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 在意识形态上 在思想文化上 未来五年我认为将进一步的缩紧 不可能更进一步的这种开放 包括留学生出来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海归派 其实都会受到一些管制 那么也看到 包括习近平也提到说 有些海外留学归来的 可以到农村去 这种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进行 几乎是进行 劳动改造这样的思想 那么由习近平嘴里说出来 一点不奇怪 运行就是个毛粉 但是把它真正的落实到政策上 有可能在未来的五年 我们将要见到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复辟 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 我们刚才讲了经济上 政治上 那么思想文化上 另外呢 未来五年第四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在外交上面 就是跟国际社会的关系上 这点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就是 虽然李克强在他的记者会上 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特别强调说 中国不会搞扩张 可是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事早就不是李克强说了算了的 而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种扩张的趋势 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不管是南海 不管是对台湾 不管是在非洲等等 不管是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中国已经走上个扩张道路 所以未来的五年这方面 我想会进一步的加强 习的 那个学习的保验很清楚嘛 就是普京 我们知道普京啊 这会能够拿到什么 百分之将近77的 这个高票数当选 在某种程度 他确实是得到了 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支持 而这个支持一大部分就来自于俄罗斯 恢复往日的那种光荣 习近平羡慕的就是这一点 习作为一个毛粉呢 是非常在乎苏联的这种表现的 那我们知道普京啊 其实他所谓恢复俄罗斯的光荣 做的很大的件事情就是 侵略乌克兰 拿回了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 所以在外交上来讲呢 大家都在猜测啊 说习近平会不会也朝这个方向走 就是用武力的方式啊 去完成领土的统计 那么知道他讲的当然都是台湾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的国情 自己的这个国家安全的部门 也有提出报告 就是习近平大权毒烂之后 其实台湾面临的处境会进一步的艰困 我想外界普遍的也有预测 就是习近平可能会通过武力 来进一步的进行领土扩张 那么首当其重的可能就是台湾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 那么除了军事恐吓以外呢 金钱收买将会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中国的钱反正还是 目前为止啊 国家还是很充裕 用金钱收买的方式对外扩张 在外交上去树立 进一步的树立这种大国的这种地位 我觉得这是未来五年 习近平执政的一个基本的方向 当然这个方向是延续以前五年的 可是我要必须指出的是啊 其他的方面也许习近平遇到的阻力 不是非常的大 可是我认为在外交上 习近平继续向全球扩张 必将遇到比前五年更大的这种阻力啊 尤其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准备啊 真的是跟中国要产开贸易战 很快星期五就要到了 大家都在传言啊 《华盛顿日报》今天的报纸 还有灯说这个礼拜五 川普政府就要正式宣布 对中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包括知识产权 消费品等等进口商品 征收高关税 这个高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 中国势必进行强力的这种报复 两国的贸易大战呢 如果星期五真的宣布的话 那就等于正式爆发了 在这种情况下啊 对于习近平的这种 包括经济上的向外扩张 实际上都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 另外就是西方各国 尤其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包括欧洲国家 在这次习近平虚陷之后 都开始对习近平有了一些抵触和警惕 这个对于习近平的树立自己打国援手啊 和打国扩张 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障碍 那么如果这个态势形成的话 就外交层面而言 它有可能变成像普京那样 普京就是其实在国际上 非常的孤立啊 被制裁 这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孤立 普京掉个头来 以这个为理由 寻求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民众的支持 我想这也是 正是习近平可能会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在未来五年 国际社会对习近平开始进行孤立 和这种遏制的话 习近平正好转过头来 就会利用这个机会 在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是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 我认为可能会出现的新的发展态势 那么最后一个第五个方面 发展态势呢 我认为将就是在执政方式上 或者说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的这种体制上 那么何卫议员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 这方面将就会形成 习近平一人独大 强人政治 会更加进一步的安闪 虽然我们现在说 叫做习王体制啊 但是王岐山的国家副主席的权力 可以有实权 也可以没有实权 都在习近平说了算 所以实际上呢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习王体制 其实就是习近平 个人独大的这种 强人政治的体制 新华网呢 如果你现在上网 打开新华网看到一片通红啊 大标题就是习近平冒号 说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 这是习近平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的讲话 那么新华网把这句话调出来叫做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 这当然是个天大的谎言啊 实际上呢 进入到这个新时代 这个只属于习近平他一个人 这将是未来 未来五年 中国在执政方式上会看到的 就是习近平一个人 国务院早就没有 我早就说 这个李克强事上最窝囊的一个总理啊 国务院完全缩小到一个不能再小的一个程度了 我看早晚国务院这样下着会被废除掉 那么我刚才讲 王岐山其实虽然表面看起来大权在窝 但实际上这个权力随时也都可以被收回 那么政治局常委呢 虽然有一些不同的派系 可是已经都没有什么任何抵抗的力量 所以未来就是新时代 就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时代 是一个独裁时代的复辟 这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出的一个判断 那么综合以上的这些判断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一点是 就是现在你要再去期待 中国民主宪政改革啊什么这些 我觉得就算了吧 就完全放弃这个幻想 这个幻想必须丢掉了 所有希望中国 早晚有一天能够向民主转型的人 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在未来的五年甚至十年 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就将开始 这个黑暗时代 我总结一下 它将表现为五个特征 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开放和限制私人资本的结合 二一个就是在政治上加强领导和打压公民社会的结合 三一个就是在思想文化上恢复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和进一步进行红色教育的结合 四一个就是在外交上军事恐吓扩大对外扩张 以及用金钱渗透其他国家的结合 第五个就是执政方式上就是一人独大的强人政治将进一步的承行 如果补出非常大的意外的话 我认为接下来我们到二十大之前看到的中国整体状况 大概就会在这五个特点的框架下发展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中国的事情 尤其这种极权主义制度的事情 它有个非常大的本质性的特点 就是不确定性 我刚才讲的其实是确定性的东西 就是这从目前来看的话 基本上可以认为不出意外就会朝着这五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极权制度就是有个不确定性 就是有个变数在 这个不可控因素在这种制度下 那么由于黑箱作业 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得到 甚至我相信连习近平 王岐山 刘鹤这些人也不一定看得到 可是我仍然把它列入 就是观察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之力 就是不可预测的这种变数 突发事件的发生 我们不知道 我也必须得承认 我们确实不知道 会不会有突发事件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 那是在哪个领域发生什么样突发事件 确实也没有人能够知道 但是我认为在刚才讲的五个很确定的状况之外 同时还有一个状况 会决定未来五年中国的命运 那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某些突发事件 那样的事件一旦发生 也将会改变中国的命运 至于是什么 或者会不会发生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了 总之我想现在十九大两会已经落幕了 那么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的新时代 拉开序幕 这个时代不可能是个完全平静的时代 这个时代不仅是个黑暗的时代 也是一个动荡时代 好戏呢 还在后头 那么的评论就到这里 当然了 这是我个人观点 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和分享 那么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